刘德华深夜在华仔天地为粉丝送上端午祝福 粉丝希望华仔多休息 少熬夜 哦 第一部分 2024年6月9日深夜23年的时候 华仔在自己的华仔天地官网发布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盘子 盘子上面有一个叉子和一个粽子 在左下角写了端午安康四个字 这张照片华仔的细节拉满 首先使用了一块深浅搭配的布作为布景 然后用盘子装上一个粽子 再放一个叉子 并且涂抹使用的也是浅灰色色系 并且在涂抹过程还特地涂抹的不规则 在左下角写的端午安康四个字 很像华仔自己的手写字体 然后色调上使用了和粽子相近的字体颜色 你说华仔是不是细节空 你觉得还不算细节空的话 你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出来光线充足 色彩搭配合适 很显然华仔拍摄 也可能工作人员的时候 不是因为一张粽子照片 祝粉丝节日快乐 安康就随便拍 就是一张照片 华仔也很认真拍摄 足见华仔细节上用心的程度一般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华仔自己拍的 然后上传的 那么华仔真的是一位非常重视生活仪式感 热爱生活的人老衰华 第二部分 现在的人可能都是喜欢熬夜的吧 我看到评论区的留言 多达10页以上 都是在23点这个深夜 华仔发布后回复的 也就是说超过100位华民 在这个深夜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 打开APP 或者说是APP的通知信息 他们看到了来自华仔的端午节的祝福 他们也纷纷地给华仔回复 有的说端午安康 有的也说端午愉快 其实端午说安康可以 说快乐也可以 因为端午节本身就是一个节日 所以说节日快乐 并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我在今天的日记 也特地写了这个日记 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回到说华仔了 看到华仔深夜23点 还特地发图片 仪式感拉满的小细节 华仔这个点准备睡觉了 也许彩排了一天 回到家 晚上和妻子 老婆 妈妈一起吃粽子过节 端午节当天又继续去彩排 毕竟7月5日越来越近了 华仔演唱会的钟声要敲响了 这次华仔特别出演的 谈判专家中的精神病 自己兼职的电影 如果不是自己要彩排筹备演唱会 保持一个最佳状态 奉献给歌迷一个完美的演出 这次谈判专家口碑这么好 录演什么的 他是肯定会参加的 就是因为现在华仔 把演唱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也期待华仔带来全新的舞蹈 或者近期发布一首 演唱会的全新的宣传片 让歌迷们过过隐线 是不是也不错呢 03结尾 我今天也要按华仔 这个拍摄角度的方式 我自己也试试看 去拍摄一张 看看我能不能拍摄出这样的效果 摄影师真的需要你不断地去模仿 不断地去练习 不断地学习 实践才能够有更好的照片拍出来 叉子我平时也用叉子的 难道说华仔平时用叉子多过筷子 然后让我突发奇想的 大家投个票 看看是用叉子吃粽子的多 还是用筷子吃粽子的多呢 最后就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快乐 华仔也不要熬夜 多注意休息 节日快乐 健康